上节课,老师给同学们留的课后作业吗? 要求同学们,背诵四十田园杂姓齐三十一和村晚。 你背熟了吗? 而且呀,还要同学们能够默写四十田园杂姓齐三十一。 来,咱们一起把这两首诗背背看。 四十田园杂姓齐三十一。 宋代诗人范成大。 皱出云田夜继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 同孙未解共耕之,也傍桑英学种瓜。 你背出来了吗? 好,我们一起来背村晚。 村晚,宋代诗人雷震。 草满池塘,水满杯,山贤落日,尽寒衣。 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枪,信口吹。 背出来的同学,给自己竖个大拇歌吧。 咱们接着回忆回忆,这两首诗分别描写了怎样的儿童生活呢? 第一首,四十田园杂姓。 同学们,自己在家中说说看,描写了怎样的儿童生活。 这首诗啊,描写了天真懂事的农村孩子,学着大人样子种瓜的情形。 那,这首《村晚》呢? 又描写了怎样的儿童生活呢? 自己说说看吧。 这首诗啊,是描写了木童骑着牛,吹着短笛,悠闲自在的样子。 你都说对了吗? 今天这节课,我们要来学习《古诗三首》当中,最后剩下的我们还没有学习的这首,《智子弄冰》。 请同学们,自由读这首诗,边读边思考。 《智子弄冰》时,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? 开始吧,放声读诗。 读好了吗? 想想看,智子弄冰时,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? 它先怎么样了? 是的,清晨啊,小孩子将冻了一叶的冰块从盆中取出来。 接着呢? 它呀,找来彩色的丝线,穿过冰块,提在手中,当作迎针来敲打。 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可爱的孩子感受一下,他在弄冰的过程当中,心情有了怎样的变化呢? 咱们一句一句来看。 咱们一句一句来看,智子金盆,脱小冰。 它做了什么? 哪个关键词? 对,脱小冰。 想象一下,早晨从盆中倒出了完整的冰块,什么样的心情? 可高兴了,是啊,满心的欣喜。 接着呢? 嗯,它找来了彩色的丝线。 要穿过这个冰块,好提在手中。 想象一下,假如是你,你在穿的时候一定是怎样的? 瞧啊,智子在彩丝穿取的时候,肯定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冰块给弄碎了。 接着看,穿好之后提在手中,怎么样? 它做了什么? 对,敲了一敲,敲成玉庆,穿铃响。 哎呀,这声音就像玉庆发出的,那是怎样的声音啊? 又清脆又悦耳,而且穿铃响,到处回荡。 智子此时的心情如何? 一定是非常得意,这么好听的声音,可是我用冰做出来的乐器发出来的。 多美啊! 可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? 冰块掉在地上,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。 哎呀,这时候小孩子的心情是怎么样的? 可不是万分的懊恼啊! 同学们,带上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,来读读这首诗吧。 注意读出智子心情的变化。 来,自己在家里试着读读看吧。 开始! 同学们,读的时候要注意哦,要读出心情的变化。 来,咱们一起试读吧! 同学们, 袁老师和你们合作着来读一读怎么样? 我读前四,你读后三。 准备好了吗? 同学们,你在家中,如果身旁有其他的家人,也可以像刚才和老师这样。 试着和他合作着读一读哦。 老师给一点时间,自己练读一下吧。 开始! 同学们,昨天我们在学古诗的时候说,要加上想象。 是的,同学们也可以像智子这样,加上动作,来读一读这首诗。 你们在家里头试试看吧。 都练好了吗? 读了这么多遍,这首诗你能背了吗? 下面,袁老师给大家一点时间,自己试着背背这首诗吧。 膾太大感受了。 读了这么多? 我说每人都有前登陈了。 我先看到并开小学院。 女人,我们在家里面读一读一读。 你不想做一些宧似的读一读一读一读到的。 这么多遍,医一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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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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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说说看 袁老师猜想啊 你们一定会说 他们都很有趣 很天真 很可爱 是的 这三首诗 是冬天的事 乔 学古诗啊 有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把相同题材的诗 放在一块比较着学 看看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有的时候 同一个诗人的诗 也可以拿来一起比较着读 比如说 杨万里 他写了这首《智子弄冰》 其实啊 他还写过很多反映儿童生活的诗 还记得第一节课前 老师给了一张图片 让你们猜诗吗 还记得是哪首 对 《肃心市徐宫殿》 也是杨万里写的 好同学们 这三首诗里头 你最喜欢哪一首呢 现在 袁老师要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了 请你挑选自己 最喜欢的一首诗 发挥想象 把它改写成短文 在改写之前 袁老师建议同学们 可以先试着说一说 说通顺了 然后再动笔 给同学们一些时间 开始完成吧 就像这种认识的一周 就像这种诗 诗人啊 你最喜欢的一周 顺了 我再当做一周 发挥想象象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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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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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